您的高见是什么? 我们从现在要做好准备 但是这个准备不等于说 现在就摆出要跟美国开战的架势 如果那样的话 实际上对中国发展是很不利的 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外交智慧就表现在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 绝不要让自己的发展 首先引起了美国对我们的强烈的遏制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要做的隐蔽一点 做的更策略一点 好 谢谢 我们刚刚很多人强调了 有这种互相对抗的一些声量 也包括我们要更加的长硬的声量 但我们先来看看 目前的中日关系在经过 一个将近一个半月之后 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 你看我们可以发现 中日关系出现有些改善的迹象 包括了温总理跟日本首相监制人 进行了全世界都目睹的 这25分钟的走廊的交谈 再看看就是在前几天 我们看到10月11号 包括了梁光烈上将和日本的防卫大臣 北泽俊美 他们在电梯的偶遇也交谈了 20多分钟 那我们可以发现 有了这两个高层之间的一些互动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接着400多名中国大学生 受到日本政府的邀放到日本 而因为受到中日撞传事件影响 引渡被延期的日本青年上海世博访问团 也即将重新接到了中方的邀请 唐先生我想问你一下 因为您自己也曾经是住的外交官 然后跟日本之间一定也有交到很多日本的朋友 你所期待的未来的中日之间关系是什么样的样子 第一我们必须坚持友好 这个是这个是日本老百姓 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血统 我们有同胞式的感情 我们要跟他们发展友好 日本经济界为了争议友好 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要继续坚持 日本的有良知的政治家 也感觉到争议关系的重要 但是你不能否定 日本这些一个这个极右分子 这些个战争挑衅派 他挑了一两千年了就没停止过 你跟他一个抱怨也用吗 这些人只有打击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你觉得也是应该差别来对待 对于政府跟明天 就是两手扎嘛 对谢谢谢谢唐晨峰先生 在探讨中日关系的绝对不能是我们 自己关系们来自己说 我们要听听日本的 包括来自民间的人 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立刻连线 人在东京现场的 中日经济协会的会员 也是在六五年来 他就倒掉中国 长期致力在中日友好交流的 中山珍礼女士 就在我们的日本东京的现场 中山珍礼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 总的事情发生过来 从刚开始听到到现在这一个多月以来 你的感受是如何 我刚才一支堂油在心里上非常的为难 因为我们常年做了多少次的 多少个人的 多少个例子的 友好的努力 但是由于出来了一些矛盾以后 一下子全部是剔开了 到底我们做出来的是 一座沙子座的城楼 还是我们说是空话 到底我们日本人中国人需要彼此的关系要破坏吗 我不相信这个 我们两个国家是必须是很好的友好起来 您曾经为此掉过眼泪对不对 我掉眼泪也是白白流了 我现在就没力气了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这种那个没力气的那个条件下 我还不能放弃我们的那个很大的希望 因为日本和中国非常的友好起来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亚洲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起来 比任何那个对抗美国还要好的更好的武器 忠然女士 你在说这一段的时候 我看到了现场当中 我们有几位 有几位小姐还有女同学在现场 上边掉下眼泪 我想听听看她们的感受 热烈掌声欢迎一下 请第三排的 对不起 刚才听到这位小姐的发言 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感触 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研究生的一名同学 日语系的研究生 自己呢 也去过日本留学 然后也交到了不少日本的朋友 包括回国之后呢 也一直在从事跟日本人的交流 在学校的外事处进行日本客人的接待工作 我觉得日本的民众大多数还是希望和平的 中国人也是希望和平的 和平和发展将是世界永恒的主题 我觉得这是不变的 小的冲突会有大的和平的主题 我觉得还是在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跟我们的邻国处好关系 而且作为我们大学生来讲 也应该通过自己的 虽然是微小的努力 但是也应该为这个中日两国的和平 民间交流 做出自己的一份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熊山女士你听到了吗 非常感谢 她这说的话是给我一个心理上要说的 她已经听我说了 我们是民间人 政府之间的好多事情 不要跟着民间人混在一起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认识了好多友好的那个人士 不说话了 谁来负责这个问题 民间和政府一定要分清楚 一定要反对战争 一定要反对战争 中山女士 不要跟日本和中国一起去战争了 谢谢 中山女士 我最后还想问您一个事情 我手边拿的这份报纸是参考消息 它引用了说日本永和论在不断地升温 新右衣力量在抬头 那么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这些反对中国要不就不喜欢中国 或者是特别爱说得罪中国的这些人 日本人当中的极为少数 这些人会出来了以后 一些新闻媒体觉得有意思吗 他们为了卖出自己的那个媒体 他们都就是拿出来的是 不是绝大多数的那个语言 而是很少说的一些语言 来表达出来是有不一样的人的存在 所以我的意思是 您认为从你接触的人当中 在日本的民间 你是主流吧 你才是真正的主流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是主流 而且相当多的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喜欢中国 好 谢谢 所以会有这份情况 谢谢 来 中山女士您稍等 我们最后的时候 让我们的嘉宾来跟你直接的对话 来 唐先生请 唐先生 我说您说的这些道理啊 我也深深能够理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中国主义是不是抬头了 今天你的钓鱼岛的行为 是不是日本侵犯战争的继续 是不是刺激了整个蒸发民族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 蒸发民族的愤怒是值得理解的 所以说在理解的同时 我们很多人 今天的发言之间也有很多人 一直主张以德抱怨 加强跟日本的友好 所以说你也不要失望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会继续为真日友好而楼梯 但是对于日本的右派分子 这些战争挑衅分子 我们也是会毫不丢情地给予打击的 来 姚洪先生可以 我相信在日本像中山女士这样 多年从事对华友好工作 做了很多正面积极的工作的人 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少数 而且我们对他们的工作 表示感谢和赞许 但遗憾的是 就像唐先生刚才说的那样 日本也确实有要破坏友好的人 尽管总量不多 但是这个声音很大 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关注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区别的对待 同时对不同问题 我们同样要做相应的工作 谢谢 陈杰 作为我的最后一个结论的话是 小打不解决问题 中打对我不利 大打不符合国家战略 因此战争不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词 叫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不公 不仅仅包含战争手段 同时包括许多废战争的手段 这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在 钓鱼岛事件上 许多的斗争方法 谢谢 林晓光教授 非常感谢中山女士这么多年来 一直从事中日民间交流 为此付出了心血和自己的一生 我个人认为 希望中山女士 把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告诉她身边的所有的人 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谢谢 最后中山女士请您做结论 反对我们的那个思议的人 不是在日本 还有好多国家都有 但是我们的那个友好的力量 无论如何 肯定是我们是比任何人还要大吧 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完全走 谢谢你 中山女士 我想代表这段特别跟你说 真的很遗憾 听到了您为了这个风波 当时掉下了很多的眼泪 真的很遗憾 不过我相信也想跟你分享一个事情 当你在掉眼泪的同时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包括中国的船长 他的亲戚 在等待他的揪心的过程 也掉下了很多的眼泪 两边的眼泪 在民间来讲 它是等值的 它都是让人伤感的 但是从你的眼泪当中 让我体发了一件事情 中日之间往前走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的老百姓 再掉下无辜的眼泪 但必须相关的戴维 拿出真正的诚心的来沟通 这样的对话 这样的接触才相信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也希望您继续在中日之间 穿梭 贡献您的力量 好吗 谢谢 谢谢 也不要忘了 把真实的多元的中国的声音 告诉你的日本朋友们 好吗 好吧 依宾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在座的各位 也谢谢您的收看 《一虎一席谈》 下周见 再见 我再来 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